大家好 我是小林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火爆 好玩的 中国经济的华外消息 出大事了 习近平清点的核心成员 中国国防部长 李尚福消失了 从两个月之前的秦康外交部长 我为这个都是副国籍领导 再到这个火箭军核心成员 现在打仗就靠火箭 再到这个国防部长也出事了 这个已经沦为一个 这个习包子的核心成员习家军 这套班子一个接一个的消失不见了 这已经沦为一个国际消化 美国官员戏称这个是无人生还 这究竟这个习包子还行不行呢 什么情况 我们一起来求求看看分析分析 与此同时 这个习包子清点的核心的经济政策 这也是分崩离析了 现在这个房租不炒哪里还有房租不炒啊 哪里还有一点点房租不炒的意思啊 这都是他认为清点的总方针总路线啊 是不是看人家毛泽东一折腾 就是这个文革都折腾个十年啊 对不对啊 几个月就不行了啊 还有啊 与此同时啊 我们还要说一个 习包子清点的外交政策的 总方针总路线 跟鹅毛子 背靠背 跟他家普丁丁 无上限 也是彻底破产啊 这个包包啊 这个皇帝都没当几天啊 四月份才连人人才当的皇帝 哎这颇有一点这个袁世凯的风范啊 果然是才过了几个月团队分崩离析 经济政策破产 外交政策烂尾啊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 究竟习包子还行不行呢啊 OK啊 先说这个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消失不见了 引起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啊 美国驻日本大使甚至罕见的发一条推文 将其笔作侦探小说啊 消失的受害者啊 来自于这个英国啊 这这个我们引用过啊 这个阿加莎啊 克里斯蒂啊 的小说无人生还啊 来表达这个一个一个啊 这个小说非常好的 我亲自看过 亲自看过啊 里面就是开创了一个就是童谣啊 一个一个啊 这这种模式啊 一个一个小人不见了啊 这个这个啊 这个按着那个叙事来啊 一个一个不见了啊 先是外交部长秦刚啊 这个而且还有还是有先例的 秦刚就是失踪了三周 然后然后就真是裁员了 哎呀 当初有些满血复活啊 人家很忙啊 官员啊 消失三周很正常啊 这些秘密任务啊 这个瓦格纳 瓦格纳啊 普里格金啊 普大厨 要绕到啊 白俄罗斯 打鸡腹了 一盘大起 那这个真是不见了啊 真不见了啊 结果秦刚是真下台了 而且发了官方文件让他下台 那这个火箭军啊 这个指挥官啊 再到现在国防部长啊 两周了还有一周 还有一周啊 这场失业大赛谁会获胜啊 这个习近平的内口啊 究竟是行不行啊啊 而此的议题的这个美国驻日本大使啊 已经是多次公开怼中国的政策 你比如在福岛问题上 第一个跑出来啊 跑到福岛那里吃鱼啊 吃海鲜啊 就吃给你看 哎 所以我说了 现在从上到下 对于中国这个习近平已经沦为一个国际消化 就你习近平究竟行不行啊 他极其不像是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为什么呢 哎我们来看 表面上这个习近平好像是很牛很牛啊 那现在去的这些都是他的核心 都你三个月才才三个月三四个月前才清点的啊 三月份两会四月份才刚刚基本上这个办公室桌椅都没坐热呢 啊这个这个四月份啊到现在半年不够 那整个团队被端掉被端掉的是习家军了 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啊 你说他们背叛的习包子 哎 我你自己选的团队就没有几天就不给你背叛了 这是怎么这是怎么回事啊 啊还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可以联系几个现象 比如是周小平啊 这个这个玩意啊 这个玩意最近跟他那个啊 老婆啊 跟他老婆王方啊 两两个玩意啊 两个都是个玩意啊 啊 这个在俄罗斯不是又唱又跳吗 又唱又跳这个事情 哎 连我这个野生啊 我们这些网评员啊 啊 叫叫什么 我网评员现在已经污名化了 我们是这 我们是评论员 哈哈 反正都行啊 连我们这个也录制出来分析的 我一演就 我们选择题材的时候 我们都是都是有根据的 就像这个这个东西 是否具有一种发酵性或者说国际影响 我们也要要有一个分辨啊 这是否是一个热点 我们要称热点 我们作为一个啊 做油管的啊 我们是做生意 做做这门啊 吃吃 称这晚饭吃的 我们称热点的对吧 那也要不稳妥判断 这个这个是不是一个热点呢 对不对 我一看喂 这个不得了啊 这公然践踏人类的 这个情感 还有哎 你怎么去的那个地方啊 啊 你看那个乌克兰外交部长 非常准确 我说人家一看 哎 怎么去啊 你去那个地方 有没有 呃 理论上他还是乌克兰 你没有进乌克兰 进俄罗斯去是几个意思啊 啊 你中国又说中立 这个这跟中国的这些策略 他有发生矛盾 所以很快这个胡锡进就跳出来 喂 你你这玩意儿跟是个人行为啊 也就是 其实胡锡进就代表中央 跟王芳和周小平干嘛 划清界限 你们这个是个人行为 喂 但是在这里我们又又要回头看 你这些人过去 应该来讲 不是那么简单哦 你没有经过一个妥善的外交系统的联系 那个地方 哪怕你这个 而且说真的很多俄罗斯民间跟中国人也没什么哥们 哥良好 人家也跟中国一般般啊 很一般 包括巴帖都很一般 那几个中国团队 而且他他有参观有有跟官员开会啊 所以这肯定啊 都可以百分百啊 都不说高度疑似了 百分百的 那就是有外交系统的斡旋在里面 那你说 哇 又说 一盘棋 又要看齐意识 又要忠诚领导 喂 那究竟周小平这个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啊 这明显跟中央现在要缓和 要在乌克兰问题上要来一个假装中立 你这玩意就刺破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假装中立的这个外 你相当于周小平一扯就把习近平的底裤扯了 真的 相当于是王方你们啊 现在这这这这这两玩意啊 把习包子这个面具给扯了 人家是假装中立 你马上把中央的这个假装你给扯掉 那这是几个意思 让领导都下不来台呀 是吧 所以这这玩意我我当初我一看这玩意不对啊 所以我们也是有这个嗅觉的 那这个外交系统的官员才刚把这你说秦刚不忠诚是吧 刚换了王毅 那难道说王毅也不忠诚呢 因为像这种级别要调动各个呃 这种政府官员还有这安排过去 王毅 你说完全不知情 那要不就是失职啊 这种这种这么敏感的东西 王毅竟然没有经手啊 这也是起了怪了 是吧 我且不说习包子亲自有没有指挥部署 那这玩意就很乱 明白了 就是如果习近平是个坚强的核心啊 是个指挥的洞啊 这个个都听他的 那搞这么一出呢是几个意思 如果习近平真想闹掰你干脆就别参加什么去啊 当然他也没去啊 那个李强也可以不去啊 那也可以这个 这些啊 什么美国你可以直接不见他什么耶伦 直接闹 都要我说了要脱钩你就脱就行了 啊来个什么中日肉好肉肉肉好了 肉肉好了啊 昨天啊 所以他又不像 你看上去他他里面那些人也不知道是低级红 还是高级黑啊 像周大爷约这种可能是低级红 他本来都没水平啊 甚至这个胡锡进都直接都跟他闹掰了 啊 所以也看得出来他可能是低级红啊 他没本事高级黑啊 一代作为席包子来讲 我怎么知道你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 就换换位思考我做独裁者 我管你低级红还是高级黑 我马上把周小平抓到监狱里面去 我怎么知道你低级红还是高级黑 先换了再说 如果席包子真那么刚啊 我 是吧 直接换进去啊 但是又居然又到现在为止不能换周小平 我觉得很奇怪哦 这明显是让领导下不来台的东西 我这些 是吧 我还没说这外交系统究竟怎么回事呢 对吧 你怎么怎么就安排他去了 所以究竟这个系统现在是不灵光了 还是工作能力问题了 还是我们这个看上去有云里物理啊 只能讲云里物理啊 客气演讲就是云里物理啊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 这两天我留意到那个茅台 茅台元人国啊 这个事情大家可以看看 元人国啊 遗体战不能啊 这个探视啊 就是他他去了去了 去了 然后 吴端端就去了 本来19年已经判了无期徒刑了啊 但是元人对元人国的怀念 还有很高度肯定 就在民间在这些地方很奇怪啊 这是让人觉得很奇怪 那如果细胞只是个坚强的核心 当初是他清点的 所以我说这些都是人事啊 都是他清点的 要要把这个元人国拿下 像这种这个对于茅台这个系统的大清醒 那现在竟然整个民间都不服 那我就觉得真是很奇怪 所以高度疑似的细胞只是不行 或者他驾驭不住 他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要不他就说句不好听的细胞子现在都被架空了 说句客气一点的细胞子可能驾驭不住 他想跟俄罗斯被靠背 结果底下这一群都是饭桶 一来就来个低级红 然后把把细胞子架在火上烤 现在相当于把这个包包放烤烤熟了啊 现在都啊 所以我我们都是非常客观中立来来到探讨这个问题 所以看得出来细胞子现在并不是很很 要不他就没能力 要不他可能就被架空了 他根本就搞不定 现在看这些现象啊 就那那就怎么理解啊 我们再回再看看经济政策 经济政策方面啊 今天最新消息 中国最强的地级是苏州 苏州啊 今天出了最强楼市新政 9月11号江苏省苏州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于市委市政府9月8号印发的 关于促进全市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若干政策措施 这算了 这进行解读啊 出了一个政策又要帮你们解读 怕你们不会解读 怕你们误会 所以包包他的可能是他的政策确实很混乱 我们经常看到这个习近平这套班子以来 他很多的政策都有一个话术 就叫什么领会中央精神 你们没有领会中央精神 所以可见底下这些乱套啊 变成了低级红高级黑 比如周黛宇这种啊 他知道他不是反贼 但这真乱套了 也就底下这些真没按照中央的意思 来到办 然后把这个好像搞得乱七八糟 这种事情是经常出现 所以这个习包子才整天跳出来啊 你们要领会中央精神 要准确领会 出台一个政策 还要出台一个政策的解读 怕你们解读错 但是搞了半天仍然翻车 仍然翻车 那是不是像周黛宇这种 他们就真是高级黑呢 是不是啊 就真是高级黑呢 都说了这么多遍呢 怎么还翻车呢 是不是有一样领导过不去呢 所以我是换位思考 我是国家主席 我就是习包子 周黛宇是必须拿下 必须拿下 周黛宇王芳必须进监狱 我如果有习近平一天就没周黛宇 可以这么讲 所以周黛宇现在已经涩涩发抖 他如果聪明的话 就留在俄罗斯 通过俄罗斯转地三国 我千万别回国 你回国干你 所以真不是开玩笑的 真不是开玩笑的 回头再说这个经济政策 江苏苏州 这个就彻底放开了 这个政策刚刚还没念完 现在什么购买一个 120平米商品房 不用购房之汁 意味着在苏州所有的房子不再限购 本地人 外地人 所以愿买 之前是浙江加薪 好像也没过几天 浙江加薪 那个事情 我们可能一个月都不知道有没有 那现在地级是这么强的 苏州 苏州 苏州近年也乱掏了 也乱掏了 马上就出来 这样一个政策 然后房票也来了 认房不认贷也来了 利率也来了 我就不一解释是什么东西 大家明白 一想 近期多地密集取消房地产限购政策 证券时报记者梳理 9月7号到11号已经有大连 南京 南州 青岛 福州 6个 12个县城 是全部取消了 这所有限购政策 这就是什么 一轰而上 全就取消了 所以这一波房子不吵 但是我们要 前两天中央才说你们要领会 我说的是 这个 没不意味着房租不吵不放宽 就中央是前两天 这个国务院的时报就出来说 我们虽然放宽了限购 我们虽然降低的利率 但是我们是坚持房租不吵的 前两天是这么说 这个事情让我有点想起什么呢 想起当时清零 其实当时清零放宽了 他也是想优化 他刚来十一月底还是十二月初的时候 刚来他是想搞的优化 他是想慢慢放 结果一放就乱 底下所有的地方政府 全放开了 这次也是一样 中央想慢慢掉头 但是谁知道中央一开那个口子 底下戳啊全来了 这有点像这个班 班主任还没说下堂呢 他只是个有点这么的意思 这个释放了一点点信号 结果全部小孩就蹦蹦蹦起来了 全部就跑到课室外面 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就班主任释放了错误的信号 谁知道所有学生就下课了 以为下课了 有时候 这为什么 就因为底下有这个动能 大家都想下课了 老师拖堂拖太久了 可能港澳台的不是这样 大陆是这样 大陆经常拖堂 小镇做题家什么叫拖堂 就下课了不下课 啊 然后现在就底下有很强烈的下课的愿望 什么什么 就底下很想把房租物草去掉 因为地方政府都穷疯了 底下很不想搞房 这个清零 只是中央压着他们去搞 所以我们看出 习包的政策没有得到底下的拥护 然后搞不下去了 他放一个口子 他想慢慢转 谁知道底下一轰而上 起轰 这有点起轰的意思了 就是 开了一点点口 然后全部就 人民群众 其实地方政府跟中央已经是很割裂了 我们要看出来 地方政府极其对于什么清零 还有这些不满 因为他们没钱 中央也不给钱 地方政府烦得不得了 地方政府 我说了地方官员就想赶紧下班 然后捞到钱 然后车厢喝辣 然后去泡牛去 包括我接触的 我接触的国安 包括国安 都想泡牛 没没人想真搞什么中厂开玩笑 真认真工作 没有这样的公务员 我见过的所有的公务员 就想下班 没人真真给细胞子来认真的什么中厂的 没有 这都不符合人性 然后现在就细胞子一旦他一不坐牢 你看就全崩了 他的政策就全崩 他的政策也不符合市场规律 你看他的一个他的能力也不过关 底下的人也没有完全服他 一来 你放宽 我也放宽 你放宽 我也放宽 大家都放宽 然后全国车刷刷刷 全部城市都放宽 然后他的政策就破产 之前清零 清零一轰而上放宽 其实除了细胞子以外 其实当初我们回头看 其实有点地方一下子就乱套了 他们也掌握不了这个度 反正一放我干脆就 然后后来中央就被迫 我就全放 就烂尾 烂尾 有点这个意思 这次这房租不炒也是彻底破产 所以他也驾驭不了 底下的人找准一个机会也起哄 就给我感觉是这样 大家有不同意见可以留言 说说乌克兰 说说乌克兰 他也是破产 你看他搞不下去 乌克兰最新把克里米亚附近几个海上油田赚紧平台 拿到手楼 这个是有标志性意义的 现在乌军已经突破了 之前为什么熬战很久 由于大家都知道对方想干嘛 所以就会变成硬碰硬 所以就会变成硬碰硬 正面港 俄军也很清楚乌军要打南线 把南线一打 把克里米亚拿下 因为乌冬 我说乌冬直接跟俄罗斯广泛接养 乌冬是不好直接打 直接打南线明显比较好打 然后乌军也知道没得选 所以大家都没得选 就变成了硬港 所以为什么在南线打了很久 但打了很久 就硬港的情况下 俄军居然输了 因为俄军应该来讲 他有体量的优势 但是正面港 居然也赶不过乌军 正面赶赶不过 可见俄军确实就不行 不过说人家战术比较高明 现在是正面赶也赶不过 那可见俄罗斯不行 然后现在就在俄罗斯眼皮底下 把克里米亚的几个海上平台拿到手 那就不得了 一个这是可以产柔的 第二个 这属于一个相对相对于一个海上基地 这几个基地也可以布一下房 然后就可以全部就围着克里米亚 所以我看这克里米亚 今年真的是要弯了 真的是要回归乌克兰 克里米亚它守不了 最新消息是克里米亚大桥的交通肉中断 为什么中断 它好像还没公布出来 是不是又被炸了 在切断克里米亚大桥其实只是时间问题 只是时间问题 只是时机问题 然后蓝线现在突破了 就基本上就覆盖完了 蓝线整个拿下 然后什么顿列斯科拿下 这一切断俄罗斯就完整了 克里米亚这里其实很容易搞的 一到冬天克里米亚大桥切断 其实里面也没什么主意 到时候乌克兰有饭吃 是吧 那就很快就回归了 马上就全投降 里面能吃什么呀 冬天一来里面吃什么呀 一截断克里米亚大桥 它就只能跟乌克兰 所以这就是最后的结果 克里米亚可能不废一兵一竹 它要自己投降 这个冬天一围 它就自己投降 因为它没务吃 里面 然后俄罗斯基本上就剩下乌冬了 乌冬就慢慢来 乌冬就慢慢来 所以这个大概现场情况先说这么多吧 其实还有其他新闻 再再说吧 那先说到这里 觉得不错的打开小铃铛 拜拜